距今六千年的高个子女士 貌似白种人的神秘头像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难道六千年前这里居住的是白种人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神秘的头像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长岛 长岛,大家可能知道 咱们不是说美国长岛 说的咱们中国山东烟台的长岛 和蓬莱是遥遥相对 而且按照《山海经》里面所说 它是当年亲黄汉武 寻找仙山,寻找仙耀经常光临的一个地方 再加上据说八仙过海时候也曾经来过这里 平时也会出现海市蜃楼的景象 所以人们对这个地方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海外仙山 而且是一个人间福地 不过说真的,在八仙来到长岛之前 这个长岛上就已经有人来过了 谁呢?到这干嘛来了呢? 山东省烟台市的长岛博物馆 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迷索头像 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千古迷团 谁又曾想到这个神秘的头像 竟然是在一次无意中被发现的 三十年前的一天,山东长岛正在进行一次骨遗址挖掘 随着挖掘的继续,一个合葬木出现在眼前 首先要测知这些人存在的年代 碳十四是如今最有说服力的方法 骨骼牙齿中都含有碳十四 碳十四在人死亡之后每隔五千七百年就减少一半 经过碳十四的检测,所有的考古队员目瞪口呆 遗址中的骸骨竟然已经存在了至少六千年的时间 六千年前,这里是远离大陆的一个孤岛 这意味着它与外界的交通几乎完全封闭 六千多年前的人类是如何到达这渤海中央的一个岛屿呢 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 更大的谜团摆在了人们面前 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 一个小男孩到考古现场玩耍 突然,他从红摇土里发现了什么 随着这双小手的运动,一个红桃烧的头像出土了 这竟然是个用胶泥烧成的人形头像 头像上居然有鼻子,眼睛和嘴 他深邃的目光似乎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头像不同寻常的样子引起了很多人的惊叹 我当时觉得这个都是挺奇怪的 不像个中国人样子 行不告一 下面 你看那个脸是很细长 尤其是那个下河那个曲度比较比较大 那典型的就是一个欧洲印的样子 关于欧罗巴印的样子 或者是高雅索印的样子 典型的 中国人属于黄色人种 而头像的相貌特征明显倾向于白种人 可是,白种人居住的地方与我们有万里之遥 而且中间隔着茫茫的海 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赵辉认为 仅凭一个头像说明不了什么 要看他出土的环境 他的所谓的位置 你才好判断 他这个位置如果在房子里面很特殊的一个角落 那他可能就有宗教方面的意义 如果他不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落 很普通的 也可能是个玩具 也可能是一个偶然的装饰 难道头像只是一种艺术表现吗 他鼻鼓高耸 双眼深陷 如果是艺术表现 他的生活原型来自于哪里呢 郭管长认为 头像应该与长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头像应该是比较简细的反应去了 就当时或者是做这个头像的音 那个时期 他们的这个这种形象音的那种那种那种运行和那种反应 在这个像上已经反应出来了 回应一般的情况 他不会去胡编乱闹的 只有见过这种形象才会做出这样的头像 这个说法似乎听上去更有道理 他与长导人有什么关系 他是长导人自身形象的体现 还是被共败的对象呢 越来越多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要想解开六千年前长导人的神秘灭纱 我们只能将目光再回到那个墓葬 它与头像出土的地方紧紧相连 或许在墓葬里我们会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墓葬里虽然尸骨散万 但是其中有一具尸体却保存就为完整 足以显示出尸体在这个墓葬中的重要地位 经过鉴定 这竟然是一具女尸 鉴定性别呢 就要问头骨和他的骨盆 这些呢我们判断呢 鉴定他是一个女子 是个女的 年龄呢大概在二十 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六千五百年前 处于母系世俗社会 女人作为一座墓的主人倒也不足为奇 可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古代黄种人女性的身高 一般在一百三十五厘米至一百五十厘米之间 而女尸竟然高达一百六十五厘米 头像高个子女尸 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 更加引起了人们的猜疑 全县的人纷纷意乱 大家猜测着这些古人的来历 人家是海盗 欧洲海盗 有些是这个 是念华不叫俄罗斯吗 是苏联音 有些人上有学穿教士 其实那是海盗啊 穿教士那是有文明以后的事情 六千多年怎么可能有这些东西 然而这些猜测也只能是玩笑而计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莫非六千年以前 生活在长岛的竟然是一个白种人部落 或者曾经有白种人到达过这里 其实国际上对于山东地区人的身高 一直就很关注 中国人的身高是随纬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那么山东呢 从这个纬度上来讲的话 应该说它应该低于这个 就是东北东三省 但事实上呢 山东人的平均身高呢 日本人和山东的有些学者呢 做过调查 发现山东人的平均身高呢 是高于这个 它比它纬度更高的这些地区 经常会说这个山东人啊 都是山东大汉 一说呢 这个身高啊 就是好几丈好几丈啊 但是他们到底什么人呢 咱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实际资料 说不清楚 但是您要是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啊 在西域西部地区 我们说按照书上的记载啊 想当年马超的西凉兵各个身高呢 都在一米八以上或者一米八左右 这对于当时的中原人来比较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 当年我们西亚中亚的这很多地区啊 都已经发生了一些这个其他人种啊 来到这个地方 与当地民族融合的这种现象 所以有人一直在考虑啊 山东地方是不是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呢 咱们现在呢 没有证据 不好说 但是看这个面具 你看尤其这个深抠了眼 明显的跟我们这些人不太一样 再有呢 在那个年代 这个女性的身高能比普通的女性高出去二十多厘米 确确实实啊 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会不会这里 这也曾经发生过什么呢 会不会我们所发现的那具高个子女尸 以及她的族人 就是白种人 她们从世前世期就生活在这里 并且将基因遗传下来 从而造就了当年人现在的高大神才 可仅从一具个子高的女尸 就断定这些人是白种人 似乎有些牵强 比较高的呢 作为个体来说的话呢 是出现的话 一点都不奇怪 作为一群人出现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说是 就是说呢 可以排除是黄种人啊 或者说这种可能性 就是它属于比较特殊的人群 可是 目中其他事故散乱零碎 无法测定身高 因此高个子女尸也只能解释为情 多年来 只要这个头像被陈列出来 便会给服务馆的工作人员带来不少麻烦 来旅游的人只要见到这个头像 都感到很奇怪 还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在搞情练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是拿出来放回去 因为我也很难 拿出来呢 你就要给你解释 优客们他要注意这个东西 要给你解释 那解释呢 需要证据啊 他有几个不利 不故障不利 当时发现了这种意见 所以呢 我们回来以后呢 这个东西放到我那 我也是对他进行 也不敢那么 轻易的就对他发表什么评论 既想让游客看到这个很少见的头像 又出于解释不清楚的无奈 就这样 这个头像被拿出来 又放回去 所有人都很想知道 长导史前的人究竟长了什么样子 是像头像一样的目光深邃 鼻梁高耸的白种人 还是和我们无今的中国人一样 是黄种人呢 而限于当时的科研条件 事情的研究 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一晃 三十年过去了 如今 头骨复原已经逐渐成熟 根据头骨形状 以及头骨整体结构 复原专家 可以利用软件 将人类头骨进行脸部重生 和肌肉的复原 记者将墓中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 头骨的照片 发给沈阳的赵承文教授 请他还原出这些古人类生前的真实模样 复原结果的确让人吃了一惊 他看上去像一个英勇的西方武士 难道这些人真的是白种人吗 不能这么果断的下这样的结论 因为基因它也有突变 它就是说呢 欧洲人虽然有欧洲人的典型特征 但是亚洲人在这个相貌特征上 长相上会不会有自己的这种突变类型 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 长相上 比如说这个人长得再像欧洲人 他的骨骼再像 也不能说明 头像复原 只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方法 要想真正弄清楚这些人的遗传特征 只有借助DNA底位 中科院的古人类专家金峰 专程来到山东长岛 取回了七个样本 与全州带回了北京 进行线粒体DNA比对 在世界范围内 不同的人类族群 有着自身独特的线粒体DNA遗传特性 线粒体DNA在遗传给下一代时 通常不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一个现代人线粒体DNA分布图 按照图上的分布可以看出 我们亚洲人多为ABCD四个类型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DNA的分析 直接判断出六千年前的长岛人 更接近今天世界上的哪个民族或者种群呢 那是不是通过这个炉像复原技术啊 我们就能够说确定六千多年前的长岛上的这个人 他到底是哪个人种呢 说真的啊 如果没有我前面的介绍 没有这个节目前面的铺垫 您觉得他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外国人 很难说吧 如果有了我们前面的暗示 您会觉得 哦 这确实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像个白种人 但是如果您从现在才开始看呢 您是不是觉得 如果说他是我们的黄种人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绝对不能作为一个判别的标准 怎么办呢 只能更科学 靠什么呢 靠我们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也就是DNA鉴定 但毕竟六千多年前的事故 你能不能鉴定出来呢 金峰和他的学生目前首先要做到的就是 要在无菌的环境里 从这几个六千年前的骨骼中提取DNA 人死的时候 许多地方迅速腐烂 但是一些大的植骨和牙齿等坚硬部分 则不容易腐蚀 DNA的提取很快 可是经历了六千多年的岁月 谁也不知道 在这些骨骼中 实验所需要的遗传物质 是否还会存在 检测的过程很漫长 要将这些古人类的DNA序列 与现在人类DNA库里的类型进行比对 看看它们更接近于哪个类型 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 经过反复的扩增比对 七个样本有四个出来了结果 这四个样本 其中有两个是B型 然后一个是R9型 还有一个是HV型 古代的长导人当中 确实它的这个线粒体DNA的多样性 还是能看出来 虽然样本量太少 只有四个人 但是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 就是说能够存在这个类型 是一个多样分布的一个状态 结果中出现了两个D型 也就是分布在亚洲的黄种人 而R9型主要是出现在南亚的位置 我国南方人中 有很多就是这个类型 这些似乎都很正常 但是HV型的出现 确实大家大大感到了意外 因为在亚洲找不到这样的类型 我们发现 据当时长导的HV的类型 现今这个世界分布当中 出现在类似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这样的地方 更多一些 频率更高一些 HV型的出现说明 这个人与如今居住在欧洲的人们 属于同一类人 也就是白种人 这个结果令我们感到非常震撼 因为一万年之前 人种的分布已经定型了 那么六千年前长导上应该居住着黄种土著人 为什么会突然有白种人降临呢 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说呢 他首先想到 这个可能有一个国界 他们怎么能进到中国了 其实大家应该记住一点 那个时候没有国家的概念 那个时候就是临近的人群 或者临近的村子 或者临近的部落 或者临近的一个小族群 这样的一个概念 六千年前 没有国家 只有部落 那时候 一部分人逐渐学会农业 开始定居 才产生了聚集地和村落 六千年前 我国的先民们 已经进入了农业定居阶段 早期的聚落开始形成 而高加索人在那时候 则是过着狩猎和游牧的生活 随着牲畜数量增加 食草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所以草变得越来越少 当一个地方的草 慢慢被牲畜吃光后 人们便会随着牲畜 向水草丰美的地方流动 而水是自西向东越来越多 因此向东迁移很正常 他们的迁徙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 而山东地区恰恰是很多专家 关注的焦点 从西亚一直到山东省的戎城 正好是一条非常平坦 适合于人类迁移 或者说人类比较容易迁移 寻找水源或者是资源的 这么一个路径 走到烟台之后 他们又是如何渡过汪洋大海 到达这个孤岛的呢 六千年前的人们是靠什么实现海上交通的呢 这是在和睦渡遗址发现的 七千年之前的独木舟船奖 与如今的船舶已经非常想象 这说明在六千年前的史前人类已经具备了制造海上交通工具的能力 虽然在长岛目前的挖掘中并没有找到类似物品 但起码我们可以相信 史前的长岛人飘洋过海 并不是天方夜谭 唯一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它的交通工具 当时它这个船 是什么样的船呢 是冲的舟啊 还是什么 更大一点的船 我们就没证明 当时到达长岛上的人是以黄种人为主 而这几种可能还掺杂着少数的因为放牧和狩猎 而到达这里的白种人 他们发现这是个适合生存的地方便定居了下来 从牧中出土的大量鱼骨鱼剑不难想象 六千年前住在长岛的古人打鱼是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之一 而在祭祀坑里 这种鸟型容器陆续被发掘出来 这证明了长岛人已经开始从事农业 因为科学界普遍认为 在古人的生活中 只有从事早期农业的先民最关心鸟 因为鸟的活动能预示季节的变换 这对作物的播种和收获至关重要 那时候没有国家的概念 所以那个时候住在长岛的不管是什么样特征的遗传特征的人群 我们今天要不就说他是古代长岛人 要不就说他中国人是一点没有错误的 可是如果长岛当年真的存在过白种人 为什么现在我们在那里看到的都是黄种人呢 他们是怎么消失的 在北庄遗址出土了大量锋利的箭桃 他是用于狩猎还是用于族群之间被争夺生存空间的泄斗 白种人会不会就是在泄斗中消失的呢 其实金峰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复杂 因为六千年前长岛即使存在白种人也只是极少数 在长期的通婚之后 他们便被同化 不过对于当年长岛的具体人类分布情况 金峰认为还需要通过大量的考古挖掘 以及更多的样本测试才能下结论 如果我们有一百个样本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其中有八十个符合欧洲人特征的 其中有二十个人符合亚洲人特征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断定 我们可以做出结论 说这个群体呢 是一个欧洲类型的一个群体 如果没有这样大的大规模的样本的话呢 下这样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 也许只有埋在地下的仙人们才会知道 再看那个西方人特征的头像 他究竟是否真的是白种人 其实已经不再重要 但有一点可以承认 如果白种人真的曾经来过 那么他们也早已经被融合进了当地人民的血液之中 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普通成员 长岛的现在这个遗址呢 还在继续进行发掘 人们希望呢 通过更多的证据啊 能够寻找到当年北庄人的生活状态 说真的啊 其实仅仅是这个地方 纵观世界各个民族 谁又能说 谁是纯之又纯的呢 如果纯从线列体电影的角度讲 那么全世界的人都来自于可能几十个女性的后代 难道说当初这些人就已经分好种族了吗 应该不是 而是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 出现了种种情况 有分离 有融合 而发展成了现在诸多的民族 就像我们的汉族 在汉朝出现之前 谁又能说有汉族这个民族呢 对不对 只能证明我们中华民族 它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容纳了来自四面八方各种不同的人 不同的文化 才造就了我们非常精彩 永恒于历史的中华文明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他们身形娇小 但体内却蕴藏着致命的毒液 他们相貌丑陋 堪称动物界的误毒之手 在这争鸣的外貌背后 他们却是一群生性怯弱 喜欢黑暗的小动物 他们到底从何而来 为何会大肆闯入农舍 骚扰人类 敬请收看 独蝎静村的真相